中风死亡率下降,失能人口激增,大动脉易阻塞,5到10分钟内三分之一脑细胞就会死亡 吸烟者的中风风险比非吸烟者增加18.9倍,丘域症会增加1.5倍中风的风险,也会增加得到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几率 心房颤动患者中风的几率是一般人的5倍,中风患者带死中风的几率是一般人的9倍 当脑血流受毒,一分钟内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因缺血造成永久伤害 缺血性脑中风患者中80%有高血压,45%有糖尿病,23%血脂异常 40%有抽烟习惯,趋势一,虽然死亡率降低,失能人口却增加 趋势二,制防女性中风,成为防治重点